在结束了澳门邀请赛的两连败之后,山东南岸已经回到了济南继续备战,虽然昨天是中秋假节,但是吴庆龙并没有给大家放假,毕竟球队最近的两场失利暴露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。 面对两个失利并不算太强的对手,我们竟然打得体无完肤,这样的状态何以应对新赛季的CBA联赛呢?吴庆龙已经深刻认识到球队被占磨合的紧迫性,尤其是新的小外援到队之后急需要加紧磨合,否则以现在的状态还不如不用他。 古德洛克在到队之后一直备受期待,虽然在面对没有万元的八一队时展现出了比较不错的失利,但是在邀请赛的两场比赛中,喜欢飘在外边浪投的习惯,注定不会被队友和主教练认可。 再加上他极低的命中率,让所有山东球迷为他在山东队的前景所担忧,当然大家更加担忧的是这位打球很堵,且不合理的小外援新赛季,能否串联起球队的组织进攻呢? 最起码通过最近两场比赛,我们没有看出他的能力在哪里,10月初,CBA机前赛将会正式开打,山东南兰与青岛,广东和福建同处一组,这个小组的三个对手,各为技术特点各有不同,且广东和青岛都具备十分强的竞争力,所以对于山东南兰而言,这是一个磨合战术,搭配阵容的最好时机。 届时在季前赛中我们也基本可以看出新赛季山东南兰的主力框架,通过最近这段时间的备战和比赛来看,吴青龙确实是一位敢于用人的教练,他也在努力给每一名球员,展现自己的机会。 在最近的比赛中,如果看了比赛的球迷可以发现,两位小将李洪汉和朱镕镇已经逐渐地在球队中,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,他们的出场时间和个人数据也是在稳固提升。 可以预见的是,新赛季CBA他们两人将会在球队中承担起更多的担子,而这也是山东南兰走出困境的唯一可能。 如果小将们不成长,不承担,那么山东南兰将会在新赛季完全塌陷,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,我们期待山东南兰可以在吴青龙的率领下,让老的小的都能够发挥最大的能量,我们期待新赛季的惊喜到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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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